工作烦闷的时候 有时候看看这些小动物 可以扮演一些疗愈的作用 最近几年来很多猫明星 就这样子网路上爆红 后来还出版了一些周边商品 甚至是拍广告 网路平台就筛选出了 疗愈系喵心排行榜 拿下第一名的是 美国的一只臭脸猫 不管怎么都弄 这只猫就是摆着一张臭脸 而它的名字就叫做臭脸猫 她在晚上看起来 臭脸猫红到连CNN 都为她做专访 穿好跟的臭脸神情 网路爆红后签下经济约 布置出了各种周边产品 还要进军好莱坞 立志成为长红猫偶像 加飞猫第二 这回网路筛选 疗愈系喵心 冠军宝座非臭脸莫属 纯白无瑕的超萌白猫 眼神放电能力 部署许多大明星 单纲主演的疗愈系 动物剧猫市风靡全日本 还要翻上大一幕 网路筛选人气 颈椎臭脸猫 注意第三名 也走疗愈系 超级蜜蜜眼 大饼链猫术在猫咪界 也是赫赫有名 热品主人把任何东西放在头上 总是让人一看就发笑 几近排行榜前三名 纵观疗愈系喵心排行 两岸三地也有代表入围 我就是千冬忌廉哥 和主人住在报摊上 直至上年有一天 我去散步的时候 怀疑被人抱走了 所以主人和网上的人 就不断地找我 最后就是因为这样 以红包网络了 奶油毛色 有尖东第一肥毛 称号的纪连哥 2012年一度失踪 大半个月 引发9万网友关注 香港太阳报 还在头版刊登了一整夜 全香港发动大搜索 终于找回了纪连哥 也让他人气更上一层楼 接专访拍广告 还有为他量身打造的剧集影片 因此也挤进排行榜第七名 纵观上榜喵心 共同特征 就是看了能让人输压 忘却工作烦忧 东西文社会中心在台北报道